南亚农业 南亚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 南亚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 主要分布于印度东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 孟加拉国西部 其次为小麦 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干旱少雨地区 黄麻以恒河下游地区种植面积最广 棉花主要分布于德干高原西部地区 在农业中畜牧业也占据重要地位 大量饲养牛羊等牲畜 印度的牛 在印度 牛受到尊敬 印度教将牛视为圣物 不得加以伤害 牛在街上能够自由地行走 在市场上可以随意吃东西 牛衰老时还有专人负责饲养 印度人把牛看作是幸福吉祥的象征 一年一度的净牛日盛况空前 印度现有两亿多头牛 是世界上拥有牛最多的国家 只要留意